第1571章竞中人 撤了 全撤了 进军皇帐内 太书雄和太书菲华齐齐站了起来 满脸错愕 陶略禀道 是 黑石长老突然带着人跑了 连声招呼都没打就跑了 老奴亲自去看过了 圣尊那边的所有人 跑得一个都不剩 突然间就走光了 太书雄和太书菲华面面相去 不知什么情况 最后两人迅速跑出 亲自去查看 没错 黑石等人的确都走了 乌长那一帮子的人全部不见了 也就是说 他们自由了 可感觉有些莫名其妙 让人心中突兀不安 茅庐山庄 青山郡的茅庐山庄 真正的茅庐山庄人指 除此外 茅庐山庄等人在外界的落脚点 自己人都称呼为茅庐别院 只有外人才会称呼为茅庐山庄 不会注意和区别山庄和别院的差别 无非是一个称呼而已 山庄外的坟种前 牛友道处见尽力在旁 一旁的树木越发茁壮 树冠如同滑盖为孤种遮阴 山庄内外显得有些冷清 没什么人 许多人还没回来 譬如管方已处理自己私事去了 商书卿率领压江大军协助 商朝宗作战去了 而赵雄哥也被牛友道派去了随军 主要负责保护商朝宗等人的安全 这个时候了 不希望再出什么意外 也叮嘱了赵雄哥 只负责保护不要再插手战士 今后也不许原因期修士再插手 当然地方虽冷清 但如今整个天下实力最强悍的修士 基本上都在这茅庐山庄内 说是被牛友道给扣在了山庄内也行 云姬轻飘飘来道 盯着粉种看了看 叹了声 再可惜他没有活到如今看你功成名就吗 牛友道 功成可以有 名就还是免了 转身了 问他 红娘呢 怎么还没回来 云姬 你不是让他去魔教那边把冯官儿给带来吗 牛友道 这都多少天了 带个冯官儿需要这么久吗 云姬笑道 他来信了 说是要陪南天无方去处理一下魔教那边的事 之前南天无方脱离魔教太过仓促 陪南天无方去把事情全面交割清楚 牛友道无语 神色古怪 云姬 你什么反应 牛友道感慨而叹 这快就被别的男人给拐跑了 云姬忍俊不禁 这不是你说的吗 红娘就好情情爱爱那一口 再说了 本就是你撮合的 现在那两个还不得好好的狼情惬意一番 别急 会回来见你的 牛友道笑着摇头 目光环顾 离开这么多年 终于回来了 云姬跟着环顾 只感觉身心轻松愉悦 不像当年 谨慎躲藏着 时时担心危险 如今真正是轻松了 可自由自在 此地虽小 却是天下独尊 真应了山庄内的那句话 山不再高有仙则灵 水不再深有龙则灵 如今再也不用害怕什么 云姬一脸舒坦 又一脸感慨 回来真好 话落 两人目光几乎同时看向了山庄门口 只见袁刚大步走来 走到两人面前 两人上下打量他 发现肤色又更显金色了 妞有道问 好了 袁刚汗手 好了 果然能听到说话了 还有那双眼里的精气神 云姬瑟瑟有声 你这猴子还真是 我都不知该怎么形容了 妞有道 好了就跟我出去走一趟 袁刚点头嗡了声 云姬好奇 去哪 妞有道暂不想说 突闻山庄内传来东一生忠明 熟悉的人一听就知道到饭点了 山庄内的和尚敲钟了 很快 山庄门口跑出一人 道貌黯然身穿僧袍的袁方东张西望 见到人在这 当即屁颠颠闪身而来 点头哈腰道 道也 用饭了 妞有道微笑 山庄内敲钟 现在看来 的确是有点怪怪的 袁方 我准备给你们修建一座天下最大的寺庙 天下间的地方任由你挑选 回头你选好地方告诉我 说罢领着身边两人大步而去 袁方愣睁住 继而转身 睁睁看着离去身影 突然双手五面呜呜哭了起来 多少年的心愿 如今终于要成了 不过很快又抬袖擦了把泪 朝天河时 默默嘀咕起倒了一阵 之后又提着僧袍快跑 又皮颠颠追上了牛友道挤人 机里呱拉着说这餐吃什么 几幅沙丘 拱包 呼呼喉蒙一声被捅破 一只体型巨大的沙蝎钻出了地面 牛友道和袁刚站在沙蝎背后 环顾四周又看了看空中 确认已经来到了第五欲 袁刚呵呵一阵吆喝 沙蝎立刻调整了方向 撒开了腿在沙漠中狂奔 那座两人并不陌生的金字塔 出现在了视线中 沙蝎一路狂奔抵达后 停在了金字塔脚下 牛友道抬头仰望着金字塔顶端 袁刚知道他要来这 但还是忍不住再问了一次 来看什么 牛友道 我看过黎歌手闸 也就是摩点 我总感觉黎歌留下的信息背后 还藏有什么东西 袁刚 感觉 牛友道汗手 其他人看到摩点 不会令做他想 但我就是摩点 李所谓的镜中人 你我正是因为古墓里的 纳面铜镜来的 别人会以为镜中人 为黎歌办事理所当然 肯定是黎歌的安排 可我却很清楚 没什么理所当然 不管哪个镜中人来 恐怕都要问一句 我凭什么要按你黎歌的话去做 回头看向袁刚 偏偏摩点中并未显示任何 胁迫和制裁镜中人的端倪 谁愿意因此而为他留下的一番话而冒险 不但要冒险 来到这个世界的镜中人 还要遵他所述斩断五界通道 自愧于区区一遇 换了你 你会怎么想 袁刚若有所思 的确有些蹊跷 扭有道 这就是黎歌的聪明之处 有些东西不用说出来 既能保密 该懂的人也自然会懂 别人看不明白手闸后面的用意 但镜中人看到一定会有此疑问 袁刚抬头看向金字塔 道也你怀疑黎歌的交代就在这里 扭有道一举目望去 这里是五欲星辰大阵的阵眼 是启动五欲星辰大阵的中枢所在 也是切断五界通道的第一步关键所在 此地若不给出交代 镜中人凭什么继续下去 凭什么将自己自困一遇 若有交代 必在此地 袁刚疑惑 怎么找到交代 扭有道袖子里一掏 翻手量出了一面令牌在手 正是星辰令 之后 扭有道一个闪身而去 飘向金字塔的顶端 袁刚一纵身而起 落在塔腰 然后快速向上连连攀爬跳跃 一路向上奔行的速度飞快 扭有道刚落在塔顶一会儿 袁刚已经闪身跟道 盯着塔顶平台审视了一会儿 扭有道施法挥秀 扫掉了平台上的沉沙 露出了那方凹槽 扭有道伸出星辰令 放在凹槽上方比较了一下 大小刚好合适 令牌上的凹凸纹路 似乎也能与凹槽内的吻合上 但他迟迟未将星辰令置入 袁刚看出了他有些犹豫 似乎在思考什么 安静着 没有打扰 相信到也会做出最明知的选择 最终 牛友道深吸了一口气 手上令牌啪一声 吻合着摁入了凹槽之内 慢慢松手 时而观察相入令牌的位置有无变化 并不时观察四周有无变化 袁刚也有同样反应 两人都在谨慎观察着四周 突然 袁刚猛回头盯向令牌 审声道 道爷 好像有什么异常 他的感官很敏锐 察觉到了什么 牛友道抬手打住 不用他说 自己也察觉到了 感觉到了金字塔内部 隐隐有天地元气在档笛 档笛在星辰令上 渐渐的 随着元气档笛越来越明显 四周似乎起风了 风起云涌 狂风吹得两人衣裳裂 两人看向了上空 只见明明之中 云雾再次酝酿出现 灰白云雾越来越浓 渐渐变成了翻涌的黑色与云斑 内里隐隐有轰鸣阵阵 天黑了 乌云中的龙龙声却见成雷鸣翻滚之势 内里不断有电光闪现 突然 光 一道金光霹雳横空 猛批向塔顶位置 又来 牛友道吓了一跳 他尝过那滋味 可不好受 当即与元刚双双飞扑而去 紧急跳下塔顶躲避 空 还未落地的二人回头看 只见那道霹雳正批在塔顶 没有在追着人批 两人松了口气 元刚落在了塔腰位在逃 抬头看着 牛友道则逃得比较远 落在了沙地上抬头望 而那只送他们来的 沙歇以下的仓皇盾入沙地下跑了 一道霹雳之后 只见光光响的金光霹雳接连不断 不断劈向塔顶 一道道雷电似乎要注入塔内 最终 金字塔塔身似乎苏醒了一般 开始嗡嗡颤抖了起来 随着光光不断的霹雳越来越密集而发 金字塔开始颤抖的厉害 竟开始成翁隆隆下沉之势 大地震颤 沙漠在震颤 声势惊人 站在塔腰的元刚左顾右盼一阵后 终于纵身而跳 落入了沙地翻滚而起 随后飞奔到了牛友道的身边 两人并肩看着那座 渐渐轰鸣下沉的金字塔 第1572章天地巨变 这一幕 对牛友道来说 证实了离歌手闸上对星辰令的记载 可眼前结果究竟会如何 并不知晓 蒋筛子一样筛动的沙漠中 两人也渐渐下沉 牛友道施法飘在了上面 元刚则需要不断抬腿站出 才能保证不省下去 金字塔整个建成入地下 淹没位置只剩塔尖一块石 突然迸发出一道柔光冲天 刹那 翁龙正想静止 大地安静了 震颤停下了 天空上的霹雳被柔光一照 似乎也收敛了 问雷只在上空乌云中 隆隆滚动不些 中天柔光开始呈扇形展开 一件东西缓缓从塔尖漂浮起来 正是那件星辰令 牛友道和元刚经营不定 相视一眼后 又继续盯着那星辰令 星辰令漂浮至上许高的位置后 突光芒一闪 幻化出了一个人影 一个人的半身头像 闭目安静着 发誓简约 貌美清诚 元刚瞪大了眼睛 压抑了一声 郡主 牛友道一正住了 理智告诉他 这不可能是商书卿 姑 容貌与商书卿极为神似的 女子幻象骤然睁眼 一双明眸璀璨 却又透着动人的深邃感 那如坐云端的气质 也令人当醒悟 只是长相神似 不是商书卿 女子幻象盯向了两人 开口了 两个人 谁是镜中人 声音有些失真 吐着回荡的嗡嗡 声音似乎来自这片沙漠 又似来自天地间 牛友道回道 是我 女子道怎么证明 牛友道略思索 一座古墓 一面古铜镜 她发言注意道 在女子胸口部位 隐约能看到那面慢慢旋转的星辰令 整个幻象似乎正是来自星辰令 女子微微汗手 我无法以此形态持续太久 既来见我 可有疑惑需要我解答 当然有 牛友道立马问出了心中的第一个疑惑 此人怎么会和商书卿相似 你是狸哥 女子 是我也不是我 这是我分出的一道意识 封印于星辰令中 为的是你我今日相见为尽中人解惑 牛友道心中惊骇 不知这狸哥的修为究竟到了何等的地步 一道意识竟能保存至今 还能具备思考对答的能力 至今中继续问 这是你本来的样貌 女子 难不成我还需要假冒别人的样貌不成 我如此形态 只能存在一刻间 样貌问题很重要吗 言下之意是你没有更重要的问题问我吗 牛友道已经因他的容貌导致了些许思维错乱 努力平复下情绪后 问你没有问题要问我吗 这个世界的变化你不想知道吗 女子 在时尽力便可 此时如何已不重要 你既然能来见我 足以证明 我本尊已陨落 无法再回来 唯一旅意识 知多知少难知足 无需再知 牛友道亚裔 凭你的修为 还能陨落 女子 说来话长 这一刻间不足以道尽 你若愿意追究真相 斩断五界通道后 五欲星辰大阵崩解之时 收敛的余力将会及于此 会在此地破碎虚空开启一条通往另一界的通道 我在星空各地布下了多座古墓大阵 等待有缘人 哪一座大阵触发 哪座大阵便会与此界相连 你若愿返回 五欲星辰大阵余力在此开辟的通道便是你返回之路 牛友道和原刚面面相去 有点猛 回去 还能回去 记住 五欲星辰大阵余力亦无法持续太久 通道开启的时间亦无法超过一刻 错过了便错过了 你若能破解赵心静 自然也能破解古墓中的铜镜 找到铜镜 纳免铜镜会给你答案 清空浩瀚 无边无际 心若不安 便会神往 铜镜会给你选择 如何抉择 我不勉强 一切在你自己 严禁于此 赵心静 静中人 自行珍重 见他要走 牛友道忙道 等等 还有个问题 然女子微微一笑 怪象骤然收缩回了星辰令中 滴溜溜旋转的星辰令 幽地落入石台凹槽内 光 空中酝酿的一道霹雳而下 在此击中凹槽内的星辰令 不止一道 又一道接一道的霹雳急促而下连劈 大地在此震颤 金字塔鱼路部位在此下沉 令身手喊住的牛友道无可奈何 他还有问题想问来着 突然 只见下沉的石头上突然出现一洞 星辰令似乎掉了下去 又似乎被吞噬了 空 能感受到金字塔突猛然下沉 又似在地下酝酿出了巨大遍布 整片沙漠恍如翻江岛海一般翻腾 天地奇象一片紊乱 此周 甚至不断有巨大沙蝎被翻腾的沙海给搅了出来 惊恐乱翻 牛友道和原岗也犹如身处在惊涛骇浪中一般 带到沙漠平静了下来 天空中的惊雷消逝 滚滚乌云一快速消散 很快恢复了一望无际的景空 浩瀚沙漠中的两人如同两只蚂蚁 还能回去 两人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与此同时 西平关上 刚刚占领了西平关的商朝宗等人只感觉天摇地动一般 上空无数乌鸦盘旋惊飞 咬着鸡腿的银儿盯着空中冒出一句 鸭鸭 动静来得快 去得也快 动静停止后 众人四顾 面有金色 莫名其妙的 不知发生了什么事 英国大军事如破竹 已将禁军打得毫无招架之力 打得禁军溃败 打得禁军一路逃回西平关内 结果西平关又被燕军一举攻下 没办法 那十万鸭江无异于十万金丹修士 还是能飞行自如的金丹修士 对上乌长等人也许不行 对上禁国那些修士 后者无法招架 偏偏这形体幻化的鸭江屋实在肉身 一般的刀枪剑鱼很难伤及 一剑射去穿过了鸭江的身体 而鸭江却不受丝毫影响 以强大法力摧毁才行 而这十万鸭江还能截阵攻击 犹如十万飞行军 其威力根本不是禁军能挡的 一触即溃 丢了西平关的高平等人 一路仓皇而退 又感受到天摇地动变化 略发惊恐 不仅仅是西平关 整个天下都感受到了 那通路以下的剧烈震颤 天都封上 天都秘境的入口处 几十年才能出现一次的迷雾重现 只是飘鸟隔以散去 此时此地无人看守 竟无人发现 蝶梦幻界 伤颂行宫后方的山体崩塌 亦有一座金字塔破土而出 天摇地动中 惊得各色别罗刹乱飞 荒则死地 一群妖狐站在沼泽上 黑云等狐足高层也现身了 看着那座破荒岛而出的金字塔 浩瀚沙漠上空 一只飞禽坐骑 负责接应的断虎驾驭 牛有道合原钢共城 左侧远处 引荐电闪雷鸣 有乌云滚迹象 似要下雨 这是沙漠中罕见的情形 牛有道示意了一声 去看看 断虎当即调转方向 驾驭飞禽坐骑飞去 待他们赶到 雷电乌云已经散去 只见一座与第五域内 一模一样的金字塔 坐落在沙漠中 牛有道与原刚相识一眼 若不是断虎在 两人差点以为还在第五域内 临近后 但见金字塔下聚集了数人 似乎围着一人 飞禽坐骑低空掠过看了看 明显是一个被雷劈交的人倒在地上 原刚看向牛有道 而牛有道已闪身而去 飘落在了塔顶 目光落在了塔顶石台上 发现此处凹槽和第五域内的不同 扁撞口子 而且很深 略做观察 已是心知肚明 无视下方抬头望的众人 牛有道飞身而起 落回了盘旋的飞禽坐骑上 淡淡一句 趋天都封 塔下金鸣莫名的众人目视着 天都封进入口 里达的牛有道一行现身 见到此处迷雾 钻石印证了心中的判断 天都封进果然已经提前开启 不知情的断虎吃惊不小 迷雾中突然跑出一只像老鼠 但又明显数倍于老鼠体型的动物 跑出来乱窜了一阵 似乎不适应外界的环境 又匆匆跑了回去 断虎压抑 逆进入口能来回进出 按照以前的惯例 进出只能是单向选择 无法同时进行 牛有道自然清楚是怎么回事 但是也无绝对把握 不会轻易跑进去以身尝试 回头让人安排一个该死的刑犯 送进去事实便知 回头转身道 走 回山庄 断虎搞不清两人究竟要干什么 只知孙命行事 不过还是察觉到了点什么 发现两人所到之地都出现了非一般的异常 也不知两人此行是不是与那些异常有关 一行长途非海茅庐山庄 断虎退下后 牛有道对袁刚低语 你能进别梦幻界 回头你悄悄出行一趟 拜上飞禽坐骑 去一趟别梦幻界 找找是否还有金字塔出现 重点在商宋行宫那边 我估计对方设置的时候 也不会搞得人难找 在商宋行宫一带的可能性很大 知道了 袁刚点了点头 这时 云基快步而来 不知两人神神秘秘去了哪 既然不说 他也老样子不问了 近前后多看了袁刚两眼 欲言又止的样子 袁刚看出有话想回避他 实相的先行离开了 他一走 云基立刻对牛有道低声道 逢官而来了 牛有道看着 袁刚离去的背影 抬手捏了捏自己额头 头疼 为袁刚感到头疼 问也就是说 红娘也回来了 云基 回了 把南天无方也带来了 红娘不让安排客院 已经跟南天无方光明正大地住在了一起 大家伙可是吃惊不小 牛有道瞅他一眼 见他说这是略带神采飞扬切笑的味道 发现女人对这种八卦事情似乎都感兴趣 连一条蛇腰也不例外 以前那个高冷的蛇腰哪去了 正这时 管方一细血的声音传来 云基 又再说我坏话吧 第1573章 这辈子没机会了 二人看去 只见管方一笑隐隐扭着腰之走来 脸上那叫一个光彩照人 伤落后一步的南天无方跟在边上 在后面跟随的是陈伯 一眼见到牛有道 南天无方多少有些尴尬 虽是初见 但已经从云基的态度上看出了 是这茅庐山庄的主人牛有道 快了早年 也许不会把牛有道给放在眼里 可如今已知是什么人物 能扳倒九盛的人物 又岂是他能不进的 趁着人还没走到 云基低声对牛有道解释 南天无方退出了魔教 物照行是魔教的人 回了魔教 陈伯早年就退出了魔教 如今等于是南天无方个人的人 也等于是继续跟着红娘 牛有道略点头 表示明白了 云基立马又对管方一笑道 你哪只耳朵听到了我说你坏话 没说才怪 管方一走进薄辰 又对牛有道引见南天无方 道爷 你知道的 就不用我介绍了吧 牛有道笑颜 认识 我们见过的 南天无方立刻上前拱手 道爷 经理却在努力回想 不知两人什么时候见过 他不知在妖魔岭的时候 牛有道已经见过他 那时的牛有道一融着 他不知那时见到的就是眼前这位 好 牛有道微笑着点了点头 目光又落在管方一段壁上 伤 没事吧 管方一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没事 就是少了条胳膊而已 牛有道暗暗感慨 茅庐山庄最爱漂亮的一个女人 如今成了残废都无所谓了 看来能跟心上人在一起胜过一切 不愧是那个喜欢情情爱爱时的女人 目光再次瞅向南天无方 笑着调侃 听说你们已经注意起了 速度真快 南天无方在旁安静不语 面带微微笑意 一头半白半黑的长发恢复了自然状态 颇为飘逸 管方一立马朝云姬瞪眼 还说没说我坏话 云姬笑道 说你们注意起了 算坏话吗 我看你高兴得很吗 管方一一副不理你的样子 继而又朝牛有道瞪眼 注意起不行吗 牛有道 行 怎么不行 你高兴就好 历经杰波真情在 是好事 默了默 又道 有件事 可能要你跑一趟 管方一道是拎得轻 立马回头 对南天无方道 你回避一下 牛有道忙道 不用回避 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可南天无方拱了拱手 还是转身先回去了 也挺自觉 牛有道乐了 看起来还挺听你话的 管方一嘚瑟 那是 他自己说的 要做牛做马的 我可没逼他 牛有道与云姬相识一笑 之后正色道 天都秘境开启了 想让你进去一趟 管方一一正 天都秘境 开启了 牛有道汗手 确认了 的确开启了 管方一惊一不定 进去了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能出来 牛有道 这个你放心 若是进去了不能随时出来 我也不会让你去 如今的开启 应该是能随时进出 你去的时候找个该死的人 先弄进去试试 确认能进出无误后 再进去也不迟 若无法确认 就不要进去冒险了 管方一点头 明白了 也有不解 进去做甚 牛有道 去找一座塔 塔的样子大概是一层一层堆砌起来的 他边说边伸手笔画出了大概的样子 按理说 所在的位置应该不会太难找 找到后 把具体的位置记下来 还有塔顶上 应该有处凹槽 把凹槽的样子灵魔画下来 把这些带回来给我就行 这次别说管方一了 就连云基也讶异 天都秘境内还有这样的塔 怎么从未听说过 牛有道 无边沙漠已经冒出了一座 红娘你可以先去看看无边沙漠的 有个印象也许便于去天都秘境寻找 管方一 无边沙漠也有 怎么回事 找那个作甚 牛有道 你会知道的 很快 现在 他还不想说 见他不肯说清楚 管方一顿时有些不满 扯了扯自己空荡荡的袖子 我胳膊也断了 刚找个男人 你就不能让我歇歇 让云姐去不行吗 干嘛非要让我去 牛有道 山庄里如今关了些什么人 你也知道 云基需要在这里寸步不离的坐镇看守 不便离开 管方一一听 越发不满了 道爷 你这话可就偏心了 我难道就不能留下看守吗 莫非不放心我 说到这一愣 面色变得凝重起来 你的意思是 南天无方有问题 良言死死盯着牛有道 倘若他找回的旧爱是什么尖细的话 再受这刺激 他恐怕连死的心都有了 他不敢相信 可问题是这味道也对许多事情的预判 一猜一个准 这让他很惶恐 牛有道摇头 心里的想法也不瞒他 直接挑明了 他应该没问题 红娘 你跟我的关系是你跟我 你跟他的关系是你跟他 两码事 山庄里现在的情况你知道 我跟他毕竟不熟也不太了解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 我不希望出什么意外 能避免的还是要尽量避免 你可以带他去天东秘境一起看看 我的意思你应该懂的 说的这么直白 管方已懂了 也松了口气 微微点头 但也有几分黯然 南天无方的出现 让道也对自己升分了 可换个角度来想想 也的确是自己冒失了 山庄外面的山间 还有待客的宅院 早年云基来的时候 还未获得信任 就是住在那里 建在山庄内 关押着这么多要员 道也把自己师父 中骨子都给软禁了 自己却未经道也允许 就趁着道也不在 直接带了万人 入住进了山庄核心区域 一旦有变 让那些关押的人跑了 那将后患无穷 平道也处事的谨慎小心 或者说换了任何人 怕是都得不得不防 大家走到今天 这一步都不容易 多少次惊险惊恐才换来今天 不能在最后关头再出意外了 他心里明白 回头从天都密尽回来 怕是就要找个借口 跟南天无方说住 外面的宅院更自在 更容易保住隐私之类的 趁机住出去了 有些事也要自觉 不然弄得到也让人防范着 大家脸上都难看 管方疑 好 明白了 我明天就带他出发 为其他吩咐了 我就先去准备了 牛友道微微点头 管方疑牵强一笑 转身而去 一转身 脸上的笑容没了 这一得一失之间的滋味不好受 然还没走几步 呼听牛友道叹道 红娘啊 跟了我这么多年 这就痛痛快快地跟了别的男人 让我情何以堪那 感慨的语气中颇为惆怅 管方疑停步 眼眶瞬间红了 莫名的 差点没音这一句话给哭出来 江忍住了 笑着转身了 笑容灿烂 早干嘛去了 你若是没有郡主 我若是这条胳膊没断 你敢这样跟我说话 我可是很多情的 你信不信我能赖你一辈子 牛友道 你想多了 我只是有种嫁女儿的感觉 管方疑不吃这套 这辈子没机会了 若有下辈子 若还能再见 我若愿意嫁给你 你会不会娶我 牛友道哈哈大笑 可以考虑 我当你答应了 管方一扔下话就转身而去 被水已是不受控的躺了下来 模糊了双眼 却尽量留下了一个若无其事的背影 实际上颤抖的嘴唇和布拢 被水往嘴里钻 咸色 牛友道笑咪咪目送着 云姬在旁悠悠一探 若当年的那个管红花 遇见的是牛友道 而不是南天无方 又会是个什么结果 牛友道处见而行 女人就爱胡思乱想 云姬随行 至少牛友道会去面对问题解决问题 而不会像南天无方那般眼睁睁看着他堕落红尘 红娘肯定是另一种命运 道爷 你刚才不该说那话 红娘的心都碎了 牛友道略有沉默 但没接这话 依然清醒理智者 圣境内应该也有一座那样的塔 派人去趟圣境 找到塔 丘行界震撼 乌长的死讯 如今才全面爆发了出来 雁竹天 西海棠 文华 宫林策 钟谷子 朱葛池 王尊 昆林树 管芳怡 云姬 赵雄歌 敖峰 原刚一干新晋元英联手机战乌长的消息也传来了出来 传言有提及敖峰战死 消息中没有提及牛友道 如今的舆论全本就控制在牛友道的手中 他不让宣扬他 传播的消息中自然就没有他 他刻意在传言中把元刚列为了元英七的实力 消息一出 天下惊爆 这是新的十二胜出现了吗 议论纷纷 同样惊爆的是商朝宗手握十万鸭江 对禁军催枯拉朽的攻势 十万鸭江啊 传说中的宁王炼制有十万鸭江居然是真的 韩国 宋国陷入了巨大的惶恐之中 两国迅速联系 同时想办法联系各自地盘上新冒出的元英七刀手 第1574章没人有资格审判我 楼阁上 与牛友道对坐饮茶的惠清平放下了茶盏 起身而去 端着茶盏的牛友道慢慢偏头 看着惠清平离开了茅庐山庄 云基却在此时上楼 一封密信放在了他跟前 王爷传来的消息 说是接到了邵灯云管家杨霜的来信 杨霜说邵灯云如今就剩邵平波这么一个儿子 希望王爷能高抬贵手放哨平波一条生路 杨霜说这是邵灯云不知情 但王爷也不敢肯定 这是不是邵灯云的意思 牛友道放下茶盏拿了信看 看后明白了 是不是邵灯云的意思不重要 关键是北周那边开了这个口 邵灯云一方诸侯 之前支持南周是立下了大功的 邵灯云就剩这么一个儿子 商朝宗显然也不好让邵灯云绝后 排除其他不说 毕竟商朝宗下面还有不少邵灯云的同袍 那么多双眼睛看着 可商朝宗也知道邵平波和他道爷之间的恩怨 这是他商朝宗不能做主 显然是要问问他的意思 而北周能开这口 显然是看出了晋国大势已去不是商朝宗的对手 而邵平波就在晋国那边 一旦商朝宗破禁 只怕未必会放过在西三国搞事的邵平波 牛友道 王爷正率军西征 邵灯云守着北周 与韩国对峙 北周现在开这口是什么意思 截破王爷吗 不自量力 云姬 那怎么回 牛友道 回王爷 我没打算杀少平波 让他自己看着办 眼睛 冷冷清清的皇宫 能看到几个灵星打扫的太监宫女 吃色整个皇宫的清洁已谈不上用心 住的人少了 许多地方都长了杂草 从个妃嫔住所的清洁环境来看 演绎出了各式的事态炎凉 通常干净整洁的地方 意味着某位妃子的娘家在摄政王那边依然保持着一定的权势 因关系到自己将来的前途和命运 留守的宫女太监们自然是要投入人力物力来巴结 而还有不少妃子为了能活下去 甚至是为了能填饱肚子和助手的护卫 甚至是和助手修士私通购合的不在少数 至于皇帝 自身难保 已经失去了让他们争宠的资格 朝廷那边倒不至于让宫里的人饿死 但佩仪的资源量只是够用 不可能再让宫里奢靡 而宫里具体进行资源分配的太监和宫女自然是将有数的资源倾斜向背紧扔在的妃子 有的妃子享用的资源多了 有些自然就会变得紧张 软禁在一座宫殿内的商剑雄 终日无所适事 披头散发 穿着不整 甚至是随意 说是被当作一头猪来养着 也并不为过 许多太监宫女都敢给他甩脸色了 阳光穿树刺眼 可商剑雄还是站在树下看那些落的飞鸟 一名老太监来到 在他身边通报了点好不容易打探来的一些外面的消息 告知了商朝宗西争事如破竹 打得禁国文封丧版的消息 十万鸭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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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剑雄呼仰天哈哈大笑 剑之笑声凄凉 笑出了泪 树上的鸟儿被惊飞 一片山水田园风光中 坐落的一处浓庄 商朝宗 十万鸭江 宫林侧 中古子 昆林树 管方仪 云姬 赵雄歌 袁刚 商朝宗 十万鸭江 高剑城 书房内 坐在暗后的少平拨看着手上的情报 口中不断反反复复念叨这一些名字 两眼渐渐瞪大 脸色昏红昏白 两手渐渐颤抖 呼吸渐渐急促 最后似乎一口气上不来一般 外面脚步声传来 少三省来到 急报 大公子 战况不立 陛下先行反惊了 听风声 这边怕是守不住了 怕是要撤回原晋国领地内了 外面 陶总管亲自过来了 说有请大公子回京 赵平波深吸了一口气 问 这里离京路途不近 陶略亲自来请我 赵三省 是 人就在外面 公主拦下了 正与其答话 让老奴来请大公子 赵平波 带了多少人来 赵三省问了一下 几十号人好像是有的 赵平波微微点头 你先去回话 就说我收拾一下 随后就来 是 赵三省领命而去 略静默的赵平波拉开了一侧的抽屉 取出了一只小盒子 打开了 里面躺着一颗蜡丸 撵出蜡丸 捏碎了蜡壳 一粒黑色丹丸拿在手中看了看 神色平静地塞入了自己口中 慢慢咽下了 脚盒子盖好 又慢慢放回了抽屉里面 等了那么一阵 也许是见少平波迟迟不出来 陶略突然带着人硬闯了进来 外面传来太疏欢而怒斥阻拦的动静 但并未拦住陶略的闯入 见到少平波还静坐在桌案后面 并未跑 陶略松了口气 少平波平静道 陶总管来了 陶略没有行礼 冷冷道 少大人 陛下有旨 请您跟老奴一起回京 少平波 传个消息便可 何事竟有劳大总管大劳远亲自跑一趟 陶略 何事 前线将士欲学征战 陛下甚至欲驾亲征 可后方却有人在作乱 是谁在幕后策划的 讲必少大人比老奴心里更清楚 此话一出 太疏欢而大惊 怒道 陶总管 休要信口辞皇 照三省一大吃一惊 那是大公子不至极为谨慎 根本不与作乱的人直接联系 陶略是怎么知道的 陶略对太疏欢而拱手 所以陛下让老奴亲自来请少大人回京 把事给弄清楚 照三省贴向少平波的目光呼映住 瞪大了双眼 只见少平波鼻孔内有一道血迹流出 转瞬便滴滴答答往身上滴 大公子 照三省一声惊呼 强步过去 跑到岸后扶住了他 大公子 你怎么了 众人目光看去 太疏欢而顿时吓坏了 来人 快来人 自己也跑了过去 少平波神色平静 盯着陶略道 没人有资格审判我 念带着微笑 缓缓闭上了双眼 快 大惊失色的陶略连连挥手 事已随行修饰抢救 庶民修饰墙上前去 紧急出手 答案简单 少平波浮读了 抢救的时间晚了 等到发现 已经晚了 没能救过来 人走得很安静 没有承受任何痛苦 就这样去了 太疏欢而几度醒来 几度哭晕 最终愣愣整正守在尸体旁 嘴里一直喃喃自语着一句话 父皇 你说你最疼欢而的 父皇 你说你最疼欢而的 陶略则猛了 少平波死了 竟然死在了他眼皮子底下 而公主又傻了一般 他亲自前来还能把事情得搞成这样 不知回去如何向太书雄交代 他不明白 少平波何至于如此决绝 是 没错 黑水台时接到宪报 也根据线索查证了少平波被判靖国做内奸在靖国内部大肆破坏的事情 可这还没审讯呢 连个自救的机会都不要 一见面就自尽 算怎么回事 罗伊尚且贪生 何至于这么一个大活人 少三省亦不堪重击 晕倒了 醒来后悲痛不已 他也不明白 大公子一事不屈 历经多少艰辛一百折不挠 为何会如此轻易自尽 直到后来 直到后来知道牛友道还活着后 少三省才明白过来 这才是大公子自尽的原因 大公子自尽且已经判断出了牛友道还活着 大公子知道了真正扳倒九盛的人就是牛友道 牛友道一直隐藏在幕后操控一切 假无群只是个幌子 而大公子自己却在为生死仇敌效命 如此真相让大公子骨子里这么高傲的人情何以堪 牛友道让大公子霍乱进国内部再先 之后再把大公子给卖了 而逃略的亲自来道 显然是有悲而来 最终把大公子逼上了绝路 就如同大公子临终前说的没人有资格审判我 大公子骨子里如此高傲的人 哪会再任由牛友道这般羞辱 大公子向来强调 牛友道不会放过他 结果自然是宁愿自尽 也不愿受尽羞辱后再惨死 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 大公子没有了再翻盘的可能 已无路可逃 无尽悲伤的邵三省宁愿邵平波淳奔一点 不要那么聪明 不要那么明白在先 也就不会自尽 也许还有一条火路 就因为太聪明了 硬是让自己走上绝路 自尽十连就职的机会都不给人 邵平波的死讯传到晋国京城 太叔欢而吃傻的消息传到皇宫 太叔熊紧绷着面颊沉默着 他没打算那么快杀邵平波 至少现在还没打算杀邵登云是英国大将 邵平波和邵柳儿在他手上的话 也许还可以当作谈判的筹码 至已至此 太叔熊最终还是下令抓捕邵平波的那些学生 哪怕现在没证据证明那些学生和作乱事件有牵连 也不可能放任 必须要先控制起来都觉后患 天牢内 昏暗阴冷的囚龙中 凌乱的稻草铺垫 邵柳儿 好珍还有两个少年和一个小孩 窝躺或默默静坐 这一家子甚至还不知道出了什么事 坐在稻草上守在龙岸旁的少柳儿 睁睁看着对面墙壁上的昏暗油灯 第1575章我就过河拆桥了 怎样 纵国皇宫 紧踏之上 赤条条的一男一女正在快活 颇为不堪的女人以为自己花了眼 再看 发现踏前果然站了一名宫女 正一脸冷漠地观看着 阿 阿雀儿吓了一跳 双臂仓皇捂住了胸 麦里的吴宫领回头一看 有人 顿时怒吓 大胆 燃化出一半 吓了一跳 仓皇翻滚到一旁 褶了被子遮挡住身子 一脸惊悚样 恍如见鬼一般 哆嗦道 喂 清平 哭张口 欲大喊来人 宫女打扮得会清平屈指一谈 吴宫领顿时萎靡了 没了力气大声 惊恐着有机无力道 平平 你听我解释 当初我也不想那么做 我也是被逼无奈啊 阿雀儿一拳缩着身子躲在了一脚 惠清平伸手一抓 吴宫领的配剑出鞘 落入了他的手中 灰剑挑飞了被子 顺时又一剑 嗯 吴宫领发出痛苦门哼 倒在榻上 双手捂着下体 下面血流如柱 惠清平脉步走上了紧塌 灰剑又砍 血水飙射 一剑又一剑 砍了吴宫领的一只手 又砍了吴宫领的另一只手 又躲下吴宫领的一条腿 再躲下吴宫领的另一条腿 之后又一剑弯了吴宫领的舌头 更狠的是 尸指硬生生戳进了吴宫领的眼眶中 抠出了左眼 又慢慢抠出了他的右眼 做完这些 慧清平可谓气喘吁吁 不是累的 而是疯狂泄恨导致的 他真恨不得将吴宫领给剁成肉酱 然而来之前牛友道有交代 牛友道已定下规矩 茫庐山庄不得再亲一对俗事中人打打杀杀 俗事的是让俗事自己去解决 听牛友道的意思 牛友道似乎要推行修行界与俗事脱开联系之事 后来 他向牛友道保证了 不杀吴宫领 但却要废了吴宫领以泄心头之恨 牛友道知道他不报此仇过不了心理这一关 答应了 并安排了人接应他进宋国皇宫 让子平修那边安排的 他若不安排的话 慧清平根本没办法靠近吴宫领 更不要说是跑进宋国皇宫行凶 从踏上下来 慧清平又冷目扫向阿雀尔 意恨不得杀了这件人 带来之前向牛友道承诺过 不再对世俗中人滥杀 只好强忍冲动放弃了 就此起见而去 踏上的阿雀尔不知自己躲过了一劫 双手舞面 瑟瑟发抖 在这种情况下如此血淋淋残忍的一幕 何曾见过 吴宫领早已痛晕了过去 没多久 宋国皇宫内大乱 群臣很快纷纷赶到 见到废的不能再废的吴宫领 正在接受救治 接震惊 彻夜商议对策 而宋国三大派的修士义震怒 彻查是怎么回事 次日 宋国和韩国接接到了 燕国使臣的通告 态度非常强势 令两国向燕国投降 吕无双出现在了冯官儿房间的门口 见到冯官儿正在收拾包裹 问了声 要去哪 冯官儿心中悲凉 知道了一些难以面对的事情 问头收拾着 你放心 我不会再打扰你们 吕无双半然道 要走可以 等员刚回来吧 否则他回来后你不见了 我没办法对他交代 他铁定以为是我把你给逼走了 就他那狗脾气 我没办法跟他解释 冯官儿拎了包裹走来 没人逼我 麻烦让一让 吕无双堵在门口不让 忘了告诉你 如今燕国徽兵西进 势如破竹 靖国兵败如山倒 最终投降的可能性很大 罗赵投降后 你觉得我该如何处置他 你今天让我不高兴了 我明天就能向商朝宗打个招呼 抓住罗赵后 将其凌迟处死 冯官儿咬唇死死盯着他 你是选罗赵死 还是选做我的丫鬟 自己看着办 吕无双扔下话转身而去 同时 山庄水线内 龟母无血君打开一只黑布口袋 倒出了几只死去的乌鸦在桌上 我们被乌肠控制后 乌肠在线阴山倒的就是这个 这应该就是鸭浆吧 牛友道盯着瞅了瞅 嗯 是鸭浆 但炼制的时间上浅 还没彻底转化成阴血 否则死后会阴消云散 不存在肉身 龟母 我也搞不清怎么回事 这些乌鸦突然间纷纷身上冒烟 瞬间全部倒闭 牛友道 因为乌肠死了 附着在这些乌鸦上的阴魂 也跟着归去冥冥 龟母若有所思 原来如此 一旁的云基道 黑石跑去 没为难你们 就这样直接害了你们自由 龟母汉手 是 直接撤走了那边看守我们的人 并未为难我们 对了 黑石跑去好像是在找什么东西 发动人翻来覆去找了许久 最后好像得手了才离开 也不知在找什么 牛友道微微一笑 无关紧要的东西 看来那斯果然了解误常 还真被他找到了 云基问了一下 不会是上次在弃云宗 你让他找的吞天环吧 牛友道 应该是吧 云基胡怡 无关紧要 那你还让他去找干什么 牛友道 当时便知 与乌肠一决即将来临 乌肠若死 其失利若是一直害怕前瘾 今后会是个麻烦 吞天环只是借口 给他们一条退路 他们才会安心出来 黑石现在还在观望 若见大事难改 会主动联系我们的 云基无语了 发现这位谋划的可真够长远的 稍微一沾他身 他便送了个套路出去 防不胜防 这时 段虎来道 奉上密信 道爷 少平波服毒自尽了 牛友道一愣 拿了信来看 看后沉默了好一阵 苦笑摇头 这世上还真就有这么多想不开的人 无常自尽 这位也自尽 何苦来哉 云基伸手要了信 看过后瞅他一眼 这算不算是被你给逼死的 牛友道 我没打算杀他 可他搞出那么多事 下手又如此狠毒 我不可能让他像个没诗人一般 略实惩处挫挫 他的锋芒免不了 猴子之前的那个塑造的死 和他也脱不了干系 猴子极恶如仇的性格 你还不知道吗 只怕猴子未必会放过他 说是我逼死的也不为过 此人性情高傲 我之前便担心他不愿受辱 说实话 此人留下的话 今后还不知会搞出什么事来 行事手段太过歹毒 他能不能咽下那口气 愿不愿意跟我的人和平相处 我并无把握 所以我也没考虑好要不要留他 活命的机会也给了他 奈何他自己想不开 也罢 他自尽了 死在了靖国那边的手上 王爷那边也不用为难了 少登云那边也勉强算是有个交代了 少登云若是想不通 若是想要算账 让少登云来找我吧 手指在扶着的剑柄上弹动了一下 似乎还不放心 回头道 段虎 安排确认一下 确认他是不是真的死了 活要见人 死要见尸 也给他炸死蒙混了过去 他若炸死 必然是不甘心失败 怕是会有后患 段虎汉手 好 我这就去安排 说罢快不离去 牛友到起身 站了起来 各派找功林策等人 怕是已经找疯了 有些事情可以先开始了 红娘回来了通知我 今日后 盛进那边的消息来了 袁刚和管方仪也都陆续回来了 并都带回了图纸 牛友到一看图纸金字塔上的凹槽形状 便知确实是找到了 之后让人把软禁的一群原音七高手都召集到了一时正厅 一群人身上都插入了不少的银针 被制住了修为 见牛友到出现在了大门口 众人目光骑刷刷钉去 牛友到笑道 气色不错 看来 诸位的伤都好的差不多了 走到正位前 见到中骨子也在场 做守卫不合适 算了 没做老实站着了 中骨子沈声道 你终于肯露面了 我现在是该说你欺师灭祖了 还是该夸你心狠手了 牛友到 师尊多虑了 只是暂时委屈 七海唐怒道 牛友到 你这是过河拆桥 牛友到冷怒扫去 我就过河拆桥了 怎样 你想死还是想活 不想活了 我现在就成全你 看出了一伙人都憋着脾气 他懒得跟一帮人叽叽歪歪 直接砸狠话开场 你 西海棠神情抽搐 当然是想活 小孩嘴 可看牛友到要拔剑杀人的样子 好汉不吃眼前亏 只能是忍了 其他人到嘴的话 憋了好久不吐不快的话 此时也愣是憋了回去 牛友到处见多不在大厅中央 脾气 不高兴 允许 但诸位都不是傻子 当知道 我若要杀你们 不用等到现在 把诸位请来 是来解决问题的 不是来吵架的 转身环顾 立声道 我现在只问你们一句 酒生垮了 放你们回去了 天下会是个什么情况 你们心里比谁都清楚 立马就是一场腥风血雨 讲称霸天下 都先问问自己能不能争的影子金洞 功名侧目光左右瞟了瞟 子金洞摆在明面上的原因期修饰就有两个 牛友到继续道 别忘了 我是子金洞的长老 先不说我茅庐山庄的实力加紫金洞 若真要争天下的话 我凭什么放你们其他人回去 不趁现在宰了你们 还要等到什么时候 第1576章没让你们讨价还价 众人皆不言语了 有些事情大家心知肚明的 拼命力战乌常位的是什么 酒圣垮了 自然就该轮到他们当家做主了 乌常想天下独尊 他们到了这一步 想法上又岂能免 九圣需要依托手下的势力掌控天下 他们目前自然也要依靠门派势力 这么多元英七高手 如今天下只剩四国 晋国融合了其位的地盘 外首们所在的宋国却是地盘最小的 如此一来利益范围怎么划分 只怕立马就是一场争夺 转眼就是一场腥风血雨 想也能想到 不打出个结果来 不死上几个 剩下的不到彼此无可奈何的地步 又岂会罢首 论实力也是明摆着的 茅庐山庄第一 手上还掌握着十万鸭僵 其次是紫金洞 真要打起来的话 其他各方都够呛 如此一来 稍加盘算的话 不少人肚子里憋的火气 已经敲了大半 又有道打量着众人的反应 走到了王尊跟前 对他说道 我不知你有没有野心 全当我在防范好了 把你控制住也是为你好 真要打起来 你没有自己的势力 你是最吃亏的 沙如来把你交代给了我 我要对沙如来的托付负责 王尊对这些赛时没什么想法 确认了牛友道 不是要过河拆桥已经放心了 微微点头 问换力怎么样 牛友道 已经派人去接他了 应该在来的途中 你们应该很快就能见面了 言极此 默了默 又道 之前我不知怎么跟他开口 也没脸面对他 沙如来的事 我到现在一直没告诉他 等他来了 这是不可能一直瞒下去 你我还得面对 王尊神色略有黯然 再次微微点头 牛友道又夺步走到了昆林树身边 对你 不是不放心 而是不放心天火教那边 你没办法割舍对天火教的情感 天火教也必然会看中你如今的实力来找你 你也不会坐视天火教被他人灭掉 如今的天火教示威 打起来 对你 对天火教都没好处 总之 我不希望这个天下再打打杀杀下去 待此间是处理妥善了 贵让火凤凰回来 你 再时忍一忍 全当我扣押了火凤凰当人质 话说的坦诚 昆林树也没什么好多说的 一默默点头 牛友道转身道 你们也许都在猜测 我究竟想干什么 答案 如同我刚才对他说的 我不希望这个天下再打打杀杀下去 可人心难测 仅仅我不想 没用的 有利益的地方 矛盾迟早要恶化扩大 最终又要重蹈覆辙 文华冒出一句 牛友道 有话直说 别绕弯子 你把我们扣在这里 究竟想怎样 牛友道转身看向他 我的想法很简单 修行界是修行界 俗事是俗事 把修行界和俗事彻底隔离 燕竹天 修行界和俗事早已融合在了一起 分得开吗 牛友道 我想把天下修事全部迁往第五欲 我需要诸位号召各门各派一同来执行 此话一出 众人恶然 面面相去 有点听不懂是什么意思 旁听的云基 原刚和管方仪也有些错愕 也是今天才知牛友道的最终目的 中骨子狐疑 什么第五欲 牛友道转身面对 又环顾众人道 商宋和黎歌在世的时候 开辟出的异界 不止蝶梦幻界 天都秘境 胡仙境 在人间之外 还有一处第五欲 未知成佛之地 无边沙漠的下面有通往第五界的通道 我已经去看过了 其实乌常也进去过 但都隐瞒着没有对外透露 大家都知道 这个世界本不适合修事的存在 因为灵气匮乏 是商宋打通了异界 另一界的灵气连通到了此地 这也是为什么胡仙境能育育出无量果的原因 也是九圣为何霸占在圣境内修行的原因 和圣境一样 第五欲的环境不错 灵气充沛 地狱广大 里面有很多野生的飞禽作技 事实上人间的飞禽作技 就是商宋夫妇当年从第五欲带出来的 因地狱太大 我并未将第五欲好好勘查过 也不知里面是否也育育有类似无量果的东西 但灵气充沛之地一定有人间不曾有的仙草灵物 那个地方的环境 才是我们修饰应呆呆的地方 听他这么一说 众人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倒被勾起了几分向往 功名测试着问道 既然和圣境差不多 藏在无边沙漠下的通道进出显然也不变 为何不迁入圣境 牛有道看向他 圣境本来就是胡仙境 那是胡族的地盘 为了帮忙对抗九圣 胡族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为了对抗九圣 我曾答应过胡族扳倒九圣后 把胡仙境还给胡族 从此外界修饰与胡仙境互不相反 另外我要告诉你们 九圣中罗丘的死 是因为胡族中有强者觉醒了 是胡族觉醒的强者杀了罗丘 这位强者现在在沉睡 一旦醒来 必定驱逐外族 能杀罗丘 能和蓝道林正面交锋逼跑蓝道林的人 你们还想占他的地盘 昆林树沉默着 知他隐瞒了罗芳飞杀父之事 没说什么 也知道牛友道的确答应了胡族 众人大多不知牛友道说的是真是假 钟谷子忽悠出声道 我若是不去第五欲 你是不是要杀了我 牛友道转身面对 略摇头 不敢杀谁 我也不敢杀您 但是师尊 希望您能明示礼 就是为或人间已经太久太久了 也该还人间太平了 我初出茅庐之前 从上清宗出山之前 从未想过自己有一天会害死这么多人 因我一言 战乱四起 尸横遍野 雪流飘楚 因我一言 国破家亡 恶嫖无数 弟子罪孽深重 无数次自责 盼早日结束这乱象 此话出 众人或动容 或沉默 或不以为然 中谷子 你以为修士不在了 人间就能太平 你以为修士不在了 人间就能没有利益争夺导致的血腥 不能 牛友道承认 但转口便是反驳 至少还有反复的机会 至少人心思太平的时候 世俗人心所向时 他们自身能扭转 而不会因为我们修士的存在 令世俗中人无力改变 不会让他们一直沉沦苦海 看不到希望 至世代代人 能想一世一代的太平 便不枉为人 希望师孙能体谅弟子的苦心 中谷子默了默 又道 我若是不听劝呢 看向牛友道的眼神中 透着意味深长 显然还是想知道那个答案 你到底会不会杀我 牛友道碍于名分 不得不对他客气 可对方在他立排 忠义的时候这般挑头 多少让牛友道心里有些不满 当即反击了 师孙 我这是为了您好 中谷子笑了 有讥议意味 这般对待我 是为了我好 你去天下各门各派问问 有这样对待师父的徒弟吗 牛友道理道 师孙 弟子的确是为了您好 倘若子金洞真要留下 争天下的话 就算能争赢 所谓一山不龙二虎 子金洞两个原因 七修是如何自处 师孙您是争不赢 功掌门的 恐有人会让师孙 身败名裂 弟子的确是为了师孙好啊 此话一出 中谷子瞬间您因无语 老脸暗红 脸颊绷着 不吭声了 也可谓是不敢再吭声了 自然也听懂了牛友道话里的意思 自己是飘渺阁的探子 已经背叛了师门 还好意思拿师徒名分来压人 功林策神情抽搐 这不就是在说自己会坑中谷子吗 不过话又说回来 真要到了一山不龙二虎的地步 为了掌控此金洞的大权 有这么好的把柄在手 他自己都不敢保证 自己会不会拿这事来搞中谷子 各门各派的内部斗争一直存在 牛友道虽然是在拿功林策说事 但话里话外的意思 已是在警告中谷子 不要拿师徒的名分来压我 功林策能捅破的事情 我也能捅破 总之就一个意思 你给我闭嘴 大多人不懂这话里的深意 牛友道也不会挑破 话锋一转 师孙若不配合 弟子是万万不敢杀您 届时只好将师孙强行送入第五欲 至于子金洞其他人 谁若非要跟我对着干不可 休怪我不客气 大不了将子金洞给灭门 回头环顾其他人 论武力 我茅庐山庄说天下第二 没人敢说第一 论势力 九胜残余势力 皆在我茅庐山庄手上 还掌控有十万压将 就算你们联手也未必是我对手 我不希望打打杀杀 也不想再打打杀杀了 可若是有哪个门派不怕死 不妨试试看 我把你们请来这里 好好说是客气 已经是人之意尽 我把你们请来这里 没让你们讨价还价 是让你们配合执行的 大家同是一场 皆有功劳 我许以仁义 最好不要逼我 另外 我还要告诉诸位 我已经掌握了切断五界通道的办法 就是退出人间后 我将立刻斩断五界通道 休想再从天都秘境采集什么灵种 人间可供修炼西娜的灵气 也将快速衰竭 哪怕有残隐人间的门派 最多也只能存在一代 一代之后将快速衰败 换句话说 人间的修行界迁不迁走 都要走向衰败 现在强行迁修行界禁第五欲 只是想让人间尽快恢复太平 此事不能再拖了 第1577章分之踏来 斩断五界灵气通道 闻听此言 在座的皆哗然 不知此言是真是假 西海唐呼问 你莫非想独霸人间 独享人间繁华和富贵 牛友道我不走 你们也奈何不了我 但我可以向诸位承诺 我茅庐山庄上下 包括我在内 也要迁入第五欲 拜迁徙完成后 我与诸位一起退入第五欲 我绝不独自斗留此地人间 若为此事 必遭天遣 毒事都发了 云基和管方一面面相去 原当皱眉 牛友道事先未向他们透露任何风声 一场交流 摆平了众人 为之后的形式打下了基础 牛友道便让人把一群人给带回去看管 在这些人进入第五欲之前 牛友道没打算放掉他们 当然 牛友道也答应了他们 让各派先派人进第五欲确认 也如同他之前对王尊说的 沙幻力来了 派去的人将沙幻力接到了茅庐山庄 牛友道又让人去把王尊给带了出来 两人与沙幻力相会在水泻中 见到牛友道 沙幻力震惊了 牛友道 你还活着 两人最后一次见面 是牛友道在圣境将他给绑架的时候 之后未再见面 只听说牛友道死了 牛友道伸手请坐 此事说来话长 有些事情也正要告诉你 另外要给你介绍一人 他 你应该认识吧 指向王尊 沙幻力微微点头 父亲的心腹手下 自然是认识的 牛友道 他其实还有一重身份 是你母亲的亲弟弟 他是你的舅舅 沙幻力瞠目结舌 难以置信 王尊牵强一笑 幻力 对不住你 瞒了你这么多年 有些事情之前的确是没办法 为了自保 也是为了保护你的安全 你父亲和我只好瞒着你 如今九圣覆灭 可以告诉你真相了 九圣全部覆灭了 沙幻力压抑而问 他逃出摘星辰后 就与外面断了联系 至今不知外面发生了什么 牛友道点头 是的 这当中 你父亲功不可没 王尊 我知道你一直怨恨你父亲 而我一直在你父亲身边 我是最清楚的 许多事情根本不是你想的那样 你误会了你父亲 你父亲一直想为你母亲报仇 一直在隐忍着寻找机会 只是不敢告诉你而已 这次为了给你母亲报仇 你父亲 他欲言又止 实在是说不出口 沙幻力又不傻 睁睁看着他 已经意识到了什么 红了眼眶 也不敢问 等着 最终还是牛友道打破了沉默 沙先生遭了罗秋的毒手 已经去了 把你从斋星辰带走时 事情就已经发生了 那时大局未定 怕你冲动之下会有危险 也不知该如何告诉你 所以一直瞒着你 王尊也红了眼眶 幻力 不要恨你父亲 你父亲不是你想的那样 他真的很爱你的母亲 当年为了你的母亲 承受了巨大的压力 也不放弃 姐姐一心丹情愿 从未怨过他 把你放逐到斋星辰 和你保持距离 也是不得已 这世上最在乎你的人 其实就是你的父亲 一颗泪珠儿 从沙幻力脸颊滑落 听着王尊缓缓将前因后果到来 最终默默泪如雨下 但一直没哭出声来 事情袒露了 牛友道让一脸同情的 管方一把沙幻力 给带了下去休息 抬手抹了把泪的王尊呼问道 非让我去第五欲不可吗 牛友道坚决而徐徐道 不是我不相信你 世事无常 此一时 彼一时 岁月漫漫 你将来会是什么想法 只怕你自己都不敢保证 我对你了解也不多 所以 非去不可 王尊看到 幻力年纪大了 怕是不容易找到好人家 我想看着幻力嫁人 想看着他嫁个好人家 想看着他生儿育女 牛友道 放心吧 沙如来的托父 我一定办到 也不是什么天大的男士 不算什么问题 走之前我会交代下去的 上至王侯将相 下至凡夫走足 天下好男儿任他挑选 想要几个男人都行 这时尚允许他任性 只要他看重的 会有人成全的 他以后一定会一时无忧 自由自在幸福着度过余生的 什么叫想要几个男人都行 王尊被他斗得黯然全无 哭笑不得 但有了牛友道这个保证和安排 他算是放心了 进水楼台先得月 风闻那些原音七高手 都在茅庐山庄聚集 紫金洞若干高层 匆匆赶到了茅庐山庄 一见牛友道 来个几位傻眼了 严厉惊讶道 牛友道 你竟然还活着 站在水泻台阶上的牛友道笑道 怎么 你巴不得我死吗 哼 严厉一声冷哼 鼻子不是鼻子 眼睛不是眼睛的 管方一冷冷道 看来严长老还想算算当初的那笔账 人刚已经伸手身后 握上了刀柄 当初这位严长老搞出的事 两人并未忘记 严厉偏了眼 心生忌惮 也不知传闻是真是假 却说这两人已是原因七高手 牛友道伸手拦了下 过去的事情 算了 当年严厉的确做得过分 不过这边也没客气 他牛友道杀了严厉的徒弟 又将严厉搞尽了圣境受罪 已经算是报复了 加之现在还有事情需要紫金洞配合 没必要再计较了 莫灵雪莫长老将严厉往后面扯了一下 会同其他长老上前打招呼 牛长老 牛友道微笑着拱手 诸位 又见了 这时 云姬陪着中骨子和宫林侧来了 见到这二位紫金洞一行尽管先前已经封闻了中骨子也是原因修饰的消息 此时见到依然震惊 这位太上长老居然真还活着 再看看牛友道感情这师徒两个都是在假死 一番见礼之后 严厉等人颇为兴奋 问及的是紫金洞接下来如何熊视天下 可中骨子和宫林侧告知的却是第五欲的事 按照牛友道之前的交代 严及天都秘境和无边沙漠中的意象 说商宋遗留的大阵即将崩解 五欲通道即将封闭 流通人间的天地灵气即将被斩断 修行界即将走向衰败 说到底 就是让紫金洞准备撤往第五欲 严厉等人自然是震惊 换了别人这样说 怕是有所怀疑 但中骨子和宫林侧这样说自然是相信 临别之际 严厉问了声 钟老和掌门不跟我等一起回去吗 宫林侧付费不已 能走得了的话 你当我不想走 表面淡定道 五戒之事非同小可 此乃重中之重 我和钟老还要留待商议 门中一应是以 你们几位长老商议的决断 有事可传讯来联系 这一行匆匆离去之后 其他各派的人又陆续来道 茅庐山庄一放出风声 说一群原音修士都在这里 各派不来找才怪了 分塌而至 天行宗来道 一出现了冤家路窄的一幕 杜云桑和文心照皆赶来了 一个是听说父亲和乌长交手了 想看看父亲是否有样 一个是关系到宗门大事 杜云桑自然要来确认文华是否真的已经是原音七修士 无可避免 管方仪也不想躲避 听闻文心照来了 不但主动凑了出来 还把南天无方给带上了 庄方仪碰面 管方仪目光扫了扫 杜云桑便无事了 往事也许难忘 但的确放下了 目光落在了文心照的脸上 咯咯笑道 杜夫人 你不让我在你眼前出现 说见一次打我一次 如今你主动找上门 是不是有点太欺人了 杜云桑不知道南天无方和管方仪的关系 没注意南天无方 目光直接落在了管方仪的断壁上 明显有些欲言又止 但当着众人的面 又说不出什么 南天无方则在观察杜云桑 对于管方仪和杜云桑之间的往事 他是清楚的 也一直有关注 但神色一直保持平静 不管心里有什么想法 至少他明白 错是他自己造成的 他没资格去怪罪什么 文心照对管方仪本就反感 而且一见管方仪就会忍不住留心丈夫的反应 果然发现异常 顿时怒火中烧 但也不能一点都不识相 传言也听说了 听说如今的管方仪是原因境界的高手 他之前有考虑过不来 不过想到有父亲在 应该不会有事 当然 更重要的是 丈夫有可能又跟那女人见面 他无法忍不住不来监视 此时强忍怒火 尽管有些忌惮 可嘴上还是没能彻底控制住 不做亏心事 你怕什么 南天无方目光骤然冷冽 如刀般钉向了文心照 瞬间动了杀机 曾经的天下第一大派 被世人称为魔教 从帮派名头上就能听出些端倪 而他魔教左时也不是花架子 在魔教的地位可是高过乌长一头的人 如今只是在管方仪面前心甘情愿默默而已 文华脸色一沉 喝道 闭嘴 有这样做客的吗 还不赔礼道歉 他最是清楚现在的情况 女儿根本不可能是管方仪的对手 连他自己的性命都捏在了毛炉山庄的手上 女儿不知天高地厚的话 父女两个人的性命搞不好都要搭进去 其实他一见到女儿跑来 就以心生怒意 怪女儿荒唐胡闹 真正是不知天高地厚 第1578章千禧帷幕 管方仪笑盈盈等着文心照 赔礼道歉 其实就这样看文心照既憋屈又不敢放肆的样子 他心中还是挺痛快的 文心照的确很憋屈 这件人勾引自己男人 还让自己向这件人赔礼道歉 至少他自己觉得情何以堪 南天无方挪布 从管方仪身后挪布而出 杜云桑一挪布 第一时间拦在了文心照身前 冷冷盯着南天无方 南天无方显露的杀鸡 在场几人都察觉到了 杜云桑也注意到了 不管他跟管方仪之间是怎么回事 不管他跟文心照之间的感情如何 他都不可能让人当场对自己老婆下毒手 文华瞬间目露赞许 这个弟子一贯是他欣赏的 这也是他愿意把女儿嫁给这个弟子 并传于掌门大卫的原因 关键时刻拎得清 牛友道出生了 都给我助手 南天无方回头看向他 文华赶紧转身对他道 牛友道 我当初答应的 我兑现承诺 也希望你能兑现承诺 牛友道知道是指什么 当初双方说好了 要让管方以打文心照 几几耳光回来 文华的意思显然是让打文心照 几几耳光就算了 不过牛友道 这次更大度了 算了 事情都过去了 没必要再追究了 不过你女儿竟敢跑到 我茅庐山庄来撒野 的确有些过分了 看在文老先生的面子上 我这次不追究了 还希望你以后能管好你的女儿 再有下次 别怪我不客气 文华文言大喜 也松了口气 连忙拱手道 人称你道爷 今日一见 果然有度量 谢道爷大量 道爷放心 回头我一定严加约束小女 回头看向文心照 喝道 还不谢道爷宽宏大量 他知道女儿难以对管方衣服软 也知道这里是牛友道说的算 立马让女儿将陪礼道歉的对象 转向了牛友道 文心照抿着嘴唇 欲陪礼道歉 又有些不甘心 当着管方衣的面 杜云桑立刻回手 拉了文心照一把 偏头是意 听父亲的 文心照这才有些不情不愿地 对牛友道拱手道 谢道爷宽宏大量 不与我这妇人一般见识 牛友道呵呵笑道 好了 都过去了 你们聊 我就不奉陪 管方衣怒眼盯向了牛友道 牛友道转身后 却给了他一个眼色 处见而去之际 警告了一声 谁都不许闹事 管方衣收到了他的眼色 回头偏了文心照一眼 一声冷哼 也转身去了 南天无方更上了 现场只留下了云姬盯着 不会给杜云桑等人解除 打入文化体内尽致的机会 跟着牛友道一回到牛友道的院子 管方衣立马发作了 道爷 你什么意思 牛友道停不转身 笑道 那你想怎样 管方一怒道 我没想把他怎样 我已经决定既往不救了 但那件人不肯服软 确实不行 事情也不是你这样了结的 你这样做 我反而不想晒了了 不狠狠赏他挤接耳光 我咽不下这口气 那件人没让我生气 也不配让我生气 但你让我生气了 牛友道 当初我送无量国给文华时 就告诉过文华 我家红娘的公道 我必须讨回 要求就是文心照必须送到你跟前 让你赏几节耳光 文华刚才所谓的承诺 你也听到了 就是指这事 管方一正了一下 那你还阻拦作甚 牛友道 此一时 彼一时 现在需要化刚刚为玉帛 否则文华会忌惮 但我现在要的是天行宗尽力办好眼前的事 现在结仇不明智 文心照不知死活 不明智 你也想学他吗 我本想让你赏他几记耳光就算了 可看文心照的样子 是死活赚不过这个弯了 如此极端之人 只要有机会 依旧会跟你过不去 阴沟里翻船的时常有 我不想你有什么后患 既然如此 就没必要留他了 带此监视了 你想怎么弄死他都行 不过 杀了他 会跟文华结仇 不如一了百了把文华和杜云桑也给解决了 你放心 回头我会给你机会的 你跟了我这么多年 我太了解你了 刀子嘴豆腐心 未必下得了这个毒手 偏头看向南天无方 这是 你去办 南天无方看了眼管方仪 汉手应下 好 管方仪无语 气不起来了 反而有些欲言又止 他只想给文心照一点教训 没想过杀他 往事已经放下了 就更没必要杀文心照 如今这味道也不但要杀文心照 还要把文华和杜云桑也给一起杀了 让他有些不知该说什么好 不管在其今 还是在这茅庐山庄 也不管受过多少委屈 他从来都不是个心狠手辣的人 更何况 他和杜云桑之间真的爱过 已经过去了 要杜云桑的命 他实在是于心不忍 毕竟杜云桑真的对他好过 有些事 该了就了结掉吧 这是你就不要管了 牛友道扔下话 转身而去 管方一待在原地 他只想出口气 道爷却要把那一家三口全给杀了 一念是魔 一念是佛 道爷依旧是那个义正义邪的道爷 管方一回头看向南天无方 唯杜云桑求情 让他如何开得了这个口 分之他来的不仅仅是相关各派 听说牛友道还活着 四海妖王一连妹赶来拜见 为了拉近关系 自然不忘带上牛友道那几位结拜兄弟 浮花 红盖天 段无常 浪金空四人起先还有些忐忑 原因自然是因为如今的牛友道今非昔比 静好牛友道的态度一如往昔 依然热情 亲自带着几位游览这茅庐山庄周围的山山水水 看什么山水自然不是目的 茅庐山庄一带也算不上什么好山好水 牛友道要说的还是迁入第五欲的事 这事牛友道对四海妖王把丑话说在了前面 要趁着这个机会还人间亲近 四海所有妖魔鬼怪必须全部迁往第五欲 这是需要四海妖王组织好 有不从者 那他只好发动一场清剿 道理也跟几位讲清楚了 一旦切断五界灵气流通 修行界的没落是必然的 而此后 整个人间会持续进行清剿 想躲过去的 有本事一辈子别冒头 否则自己斟酌下能不能挡住那十万鸭江的围剿 一辈子躲着不敢轻易冒头 有意思吗 四海妖王等人离去 林霄格的掌门关吉泰又带着牛友道的结拜兄弟全太风来到 同来的还有雪神殿和烈天宫掌门 牛友道又带着他们游山玩水 除了告知迁往第五欲之事 牛友道直接告诉宋国三大派 他要扶商朝宗上位 一统天下 还权于商事 宋国三大派是劝宋国归降燕国 还是让宋国和燕国一战 让他们自己掂量后果 天下各大派纷纷派人前来 韩国三大派也不可避免 牛友道还是那句话 让韩国降 连气云宗也不得不面对现实 太淑菲华亲自赶到毛炉山庄 牛友道依然是劝降 坐在水泄内的太淑菲华沉默良久 毛炉山庄还没有出手 靖国便挡不住了燕军的攻势 再打下去 靖国也毫无胜算 只是徒增所好和伤亡 顽抗下去的结果 整个七云宗席能是被赶尽杀绝 思虑再三 太淑菲华做出了艰难抉择 靖国愿将 不是我讨价还价 靖国世俗上有许多太淑家的儿郎 不知可否一并迁往第五欲 牛友道 修士都要迁往 许多修士也都有家小 我毛炉山庄还不至于 干出让大量修士妻离子散的事来 那样便失了人心 必有人顽抗 对清洗之事不利 愿意带家小去的都可以 愿意带俗士亲朋去的也行 俗士凡人愿意去的也可以 我等修士已给俗士造成太多死伤 天下一统后 我准备大赦天下 清空天下牢狱 将各种罪犯全部迁往第五欲 整个迁徙 前提只有一条 修士不能勉强胁迫凡人前往 哀 太淑菲华听后轻声叹息 大势所趋 弃云踪无力回天 浩瀚沙漠 十余止歇黄轰梦顶破沙地而出 远处空中盘旋的数十只飞禽座骑立刻赶来 百余人腾空而起 落在了飞禽座骑身上 纷飞而去 原刚则领招数指飞禽座骑返回毛炉山庄 想让各方修士迁入第五欲 各方势力肯定要确认第五欲是否真的存在 最重要的是确认第五欲是否适合生存 这点 牛友道自然要让他们确认 没有活路的话 你实力在强大 人家也要跟你拼命 负责迁徙周转进第五欲的事情 牛友道自然是要交给原刚来处理 这次带进去的人其实不止这些 各方势力中的一部分人 已经留在了第五欲内勘察地形 为门派后续进入战立足之地打前站 出来的这部分则是回去通风报信的 跟随原刚返回毛炉山庄的一群人 向个派被软禁的原因修饰禀报 确认真的有个灵气充裕 事宜生存的世界存在后 一场大迁徙的帷幕才正式拉开了 第1579章利益重大 娇瑶宫 看着毛炉山庄发来的文书 龙羞虚长探短 缴人得志罢了 一旁的弟子异书异常不满地狄估了一句 龙羞冷眼一瞥 砰 不拍案而起 指着他 最终甩袖 算了 事已至此 懒得说了 只提醒一句 你知不知道迁入第五欲后 谁的失力最大 牛友道的失力最大 而我逍遥宫没有一个原因期修饰 进入第五欲必将轮为二流门派 讲那宫林策 以前算个什么东西 如今连我都要看他脸色 异书狄估 干嘛非要听他牛友道的 龙羞怒斥 混账 如今的牛友道只趴在拔剑四顾 意图寻找杀鸡锦猴的对象 现在谁敢跳出来 立马就是雷霆一击 一书 所以弟子才说他小人得志 这么个无耻之徒 竟然能雄视天下 还不知做了多少不光彩的事 迟早必遭报应 龙羞懒得再跟他扯什么 屡须琢琢磨了一阵 目光又在这弟子身上偏了眼 论姿色依然貌美 目光略动 琢磨着进入了第五狱后 让这弟子去向牛友道陪礼道歉 然后寻个由头留在牛友道身边坐牛坐马之类的 有了异象后 龙羞又坐下了 提名战末 在文书上代表逍遥攻签了名 毛卢山庄连同各方势力 一起向天下发出公告 即日起 天下修士不得再参与世俗厮杀 这等于给手握十万鸭江的商朝宗提供了绝佳的良机 纵国三大派一放手 在此平休的运作下 纵国第一个投降了 纵国平平稳稳不起任何骚乱地正式并入燕国版图 随后 燕进战士停止 进军器械投降 进皇太书雄亲自向商朝宗奉上讲书 受降后的商朝宗立刻派罗大安帅君进入晋国各地 进行控制 之后商朝宗紧急赶回南州回到中书处理宋国和晋国投降之事是其次 真正的目的是想尽快去茅庐山庄见牛友道 韩国显然不死心 哪怕知道韩国不可能是燕国对手 但依然不甘心 断人财路 犹如杀人父母 不道不得已 有几个人愿意乖乖放弃自己利益的 因为天下修士不得再参与世俗厮杀了 天下修士不得再对凡人出手 韩国的一些利益团体想抓住这个机会制造骚乱 争取自己的利益 哪怕是这样也要获取一个好的条件 譬如猎土封将成为一方诸侯 五朝崩解以来数百年未曾有过的大变局出现了 新的生机出现了 也是一场巨大动荡和混乱 许多人想趁机牟利 如此混乱中许多人都陷入了人心惶惶中 商朝宗也心有不安 对商朝宗来说 之后的局势 韩国不足为虑 只是付出的代价大于小的问题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牛友道那边 虽然牛友道说过会把这个天下给他 可他也没想到这一天能如此快速的来到 诸国坚尚未全面开战 这决定性的一天便飞奔而至 商朝宗措手不及 他手上的实力目前也是诸国坚最强大的 可牛友道最后的态度如何 足以扭转一切 一旦牛友道有了什么别的想法 局面随时会翻转 谁又知道牛友道是个什么打算 面对一言可决定天下归属的牛友道 商朝宗急于拜见 面对一言可决定天下归属的茅庐山庄 商朝宗顾不上其他 急于赶往 这也是蒙山明和蓝若亭的意思 同时也是商系所有文臣武将的意思 希望商朝宗务必稳住茅庐山庄 务必稳住牛友道 甚至有不少人愿意亲自带为赶往茅庐山庄说梅 以促成商书卿嫁给牛友道 如今的商书卿变得如此漂亮 愿意说梅的人也有底气了 唯一的缺点是 商书卿的年纪似乎大了点 有些人透露的意思甚至是 只要能拿下和稳住大局 让商书卿作窃也不是不可以的事情 说梅之事 最终被蒙山明和蓝若亭给否决了 觉得这招对牛友道没用 意图未免也太明显了一些 怕反而让看清 怕一不小心试得其反 总之 面对如此巨大的利益 商朝宗也不淡定了 兴奋忐忑忑异常紧张 尤其是火稀各国势力不断有人 前往茅庐山庄拜见牛友道 商朝宗越发紧张 可谓夜不能寐 吃什么都没胃口 一行匆匆返回到南州 已是傍晚时分 一群乌鸦落在了王府屋顶各处 王妃凤若男露面迎接 待商书卿见过礼后 商朝宗对商书卿笑道 清儿早点休息 明天与我一起去茅庐山庄 嗯 商书卿点了点头 心里也欢喜着 也想早点去茅庐山庄 带他一走 商朝宗立刻拉了凤若男回屋 夫妻二人嘀咕密语许久 用过晚餐后 凤若男主动去了商书卿那 见面便夸 清儿如今真是好看得如同天仙一般 一顿猛夸 把个商书卿给夸得面红耳赤 羞涨不已 低头低语 哪有 嫂子莫要再调侃清儿 凤若男与他亲近的不行 凑紧着抓了他的手 问 清儿 我听说你和道也好上了 商书卿越发羞涩不已 嫂子 也听他人乱说 没有的事 凤若男正色道 清儿 这种事可开不得玩笑 许多人可都亲眼看见了 道也与你亲亲我我的样子 我们商事可是清清白白的人家 是要对燕国百姓做表率的 这般不亲不楚的事传出去怕是不合适 究竟是个怎么回事 是不是也该离亲了 清儿 你告诉嫂子 道也对你究竟是个什么意思 商书卿尴尬 也为难 低头摇头灼 不知道 呀呀 门外的银儿又朝屋顶上扔了快鸡腿骨头 凤若男回头瞥了眼 唏嘘 这吃货丫头 再回头问 清儿 道也难道就一点什么意思的底都没跟你透露吗 听了商朝综艺翻话后 凤若男也紧张了 这可是决定着天下归属的问题 利益干系实在是太重大了 关系到南州这边一连串人的将来 连他也跟着不上心都不行了 张书卿不语 凤若男忙道 嫂子又不是外人 可曾害过你 这里也没外人 就咱们姑嫂之间说点私房话 你放心 嫂子不会告诉任何人 张书卿犹豫了一下 我也不清楚 道也只说会给我一个交代 凤若男 什么样的交代 张书卿摇头 不知道 凤若男琢磨了一下 又问 清儿 那你给嫂子托个底 你愿意跟道也好吗 张书卿顿时又羞涩了 嫂子 长途奔波 清儿疲乏了 想歇着了 硬是被推出了门的凤若男犹豫了一下 又匆匆去见商朝宗了 夫妻二人一番夜谈长谋 茅庐山庄 牛友道把圆刚 管芳怡 云姬都叫到了跟前 见煞有其事的样子 管芳怡脾气了一句 什么事啊 牛友道郑重告知 从明天开始 我要闭关一两个月 眼前的事情就交给你们三个来处理 按我的吩咐处理便可 闭关一两个月 袁刚和云姬还好 只是胡怡 管芳怡却目光已亮 你终于要闭关突破了 牛友道微笑着点头 袁刚和云姬顿时都懂了 这位要闭关突破原因期了 顿时都点头答应下来 故乡做好了分工 轮流坐镇山庄并为牛友道呼法之类的 刚商议妥当 四人轰陆续回头看向远方天际 只见乌鸦鸦一片乌云飘来 管芳一乐了 应该是郡主来了 没错 的确是商书卿来了 一同前来的 还有成几只飞禽坐骑而来的赵雄哥 商朝宗和凤若南等人 不但是凤若南来了 凤若南甚至把自己儿子商赵明也给带来了 双方见面 来者除赵雄哥外 其他人免不了行礼 道道 一二没那么多规矩 第一时间跑去拉了牛友道袖子 很认真的眼神告知 呃 牛友道呵呵一笑 目光又落在商书卿脸上逗留了一下 令商书卿面带羞涩 见到银儿和商书卿 他忍不住想起了见到狸哥那里一时的情形 他当时还想追问的问题其实是关于银儿的 想问问狸哥 银儿的眼睛是不是有特殊功能 见到狸哥的容貌后 他似乎明白了银儿为何会与商书卿亲近 袁刚也盯住了商书卿的面容 脑子里同样是狸哥的样子 牛友道在收心绪 回头笑道 王爷公勿繁忙 有事传讯联系便可 用不着亲自跑一趟 商朝宗忙道 道爷千禧天下修士 震动天下 本王爷不知该如何配合才稳妥 特来当面向道爷请示 来都来了 牛友道也就不再多说什么 目光又落在了商兆民身上 小王爷也来了 凤若南笑道 之前他不济世 待能济人了 道爷又潜瘾了 他至今还不知道 道爷长什么样 特让他来见见道爷 说吧 立刻在孩子后被推了下 赵明 这就是道爷 你的名字还是道爷亲自汲取的呢 道爷为你取名 期待你能有出息 还不快拜见 张赵明当即上前 明儿拜见道爷 谢道爷赐名 明儿定不付道爷期许 将来长大了定用心为明 牛友道听得哈哈大笑 好好好 果然是个懂事的好孩子 一转眼都这么大了 高兴的摸了摸小家伙的脑袋 见孩子搏了牛友道的欢心 商朝宗和凤若南相视一眼 亦暗暗欣喜 接着 商兆民又逐一拜见 袁刚等人 言行举止 彬彬有礼 话说的有模有样 颇显聪明伶俐和可爱 另几个大人都挺高兴 痴索有些话 都是来之前商朝宗夫妇 再三教导的 第1580章 我愿拿着天下患王爷这个妹妹 带一群人寒暄得差不多了 赵雄哥磕磕一声 对牛友道偏头示意了一下 牛友道会议 招呼管方已等人招待客人 自己与赵雄哥走开了 这两人有事私下说 商朝宗夫妇憋了一肚子的话 也只能忍下了 不敢打扰 出了山庄 两名上亲宗前弟子 并肩站在了山源边 赵雄哥先开口了 前天下修士禁第五欲 包括上亲宗吗 牛友道就知他要说这个 包括 你我都要去 赵雄哥回头看向他 你连上亲宗也不放过 牛友道 你应该封闻了 不是什么放过不放过 五戒流通的灵气切断后 上亲宗继续逗留人间 势必没落 你不是一直想振兴上亲宗吗 赵雄哥 脱离了人间 我都不知道上亲宗振兴的意义 还能有多大 非要这样不可吗 就没有别的办法来解决 牛友道正色盯着他 我睡照师书 当年传言 您网想干的事属时 东郭老二和唐木暗中协助 为的是什么 我只是在完成 东郭老二他们遗留的夙愿 上亲宗眼下可怜 可一旦成了人间唯一的修行势力 你敢保证不会变心 赵雄哥 只要有我在 我就不会允许 牛友道 笑话 你以为你真能天下无敌 我能搞到九胜 就有人能搞死你 日防夜防上亲宗内部难防 不是我说你 你保守秘密还行 逐利天下控制人的本事 你不行 赵师书 唯一己私心这般 不合适 不要害人害己 想想圣女是怎么死的吧 想想东郭老二和唐木 是怎么死的吧 年年战乱 这天下亡死多少人 你想将来冒出一人来 将上亲宗给赶尽杀绝吗 赵雄哥沉默 牛友道 带着上亲宗去第五狱吧 想振兴 去第五狱振兴去 去了第五狱 上亲宗有你在 还有我茅庐山庄这些人 上亲宗会很快崛起的 称雄一狱还不够吗 上亲宗还想独霸五狱不成 不要太贪心了 去了第五狱 你们爱怎么打打杀杀都行 不要再连累这天下无数苍生了 画个圈圈 你们在圈子里玩去吧 想怎么尽兴都行 至于我 真的累了 我们赵雄哥看向他 你还是不愿搭理上亲宗 牛友道 因我而死的人无数 我双手已经是雪寨累累 说来不怕你笑 我信因果报应 不仅仅是对上亲宗 对所有的一切 我只会旁观 不会再介入了 我会远离这些事是非非 赵雄哥笑了 人在江湖 但愿你躲避的了 那么多人进了第五狱 我到时候倒要看看你怎么躲 说吧转身而去 牛友道玩耳 目光远眺 静默走神了一阵 他刚转身 谁知见到一个人高马大的女人走来 不是别人 正是凤若男 凤若男一直想找机会找他单独谈谈 这也是商朝宗的意思 有些是男人开口不合适 如今的牛友道毕竟不是当年他敢晚宫射杀的江上小子了 全家上下都要仰人鼻息 想到要说的是他也很忐忑 道爷 近前凤若男半蹲行李 见到这女人斯文的样子 牛友道内心里就感到好笑 表面淡定 王妃有事 凤若男察言观色道 是有点事 但是不知当不当说 牛友道微笑 王妃见外了 论关系 这里的人 基本没人比我们相识更早 我是念旧情的 眼前只有你我两人 不论身份地位 只论你我交情 有什么话尽管说 凤若男内心里有些感动 但事情非同小可 还是谨慎小心着说道 那切身就放肆了 道爷 我听到一些谣传 不知是真是假 听说道爷和亲儿关系颇为亲近 一些风言风语的 不但影响了道爷的亲欲 亲儿毕竟是个未出嫁的女子 牛友道抬手打住 不用猜测 我和郡主的关系的确很亲近 不瞒王妃 我很喜欢亲儿 不知这样解释 王妃可满意 凤若男听了精神一阵 又试探道 那不知道爷对亲儿的将来 可有什么打算 牛友道直接明了告知 只要郡主愿意 我愿拿着天下换王爷这个妹妹 兄长如父 就是不知王爷态度如何 当然 如果郡主不愿意跟我 我也不勉强 啊 凤若男被他如此直接的话 给闹了个手忙脚乱 一时不知该如何回答得好 牛友道又不是傻子 一般文臣武将补到商朝宗 办什么 凭他的消息渠道不是不知道 早就心知肚明 这夫妇二人同来 还把孩子给带来 目的他也是心知肚明的 但这些都没什么 他不会因为一点利欲上的瑕疵 就全盘否认商朝宗那些人的优点 谁还能没点私心 论治国 商朝宗那些人的确有一套 兰州之前的民生和繁荣 他之前都能看到 论武力 商朝宗那些人也是一流的 能平涅不轨 不论文武 商朝宗那些人都有快速平定天下 令天下进入休养生息状态的能力 若是扶不上墙的烂泥 不管关系多近 他也不会扶商系实力上位 凤若男友被人家看穿手脚的尴尬 言语局促 牛友道笑言 王妃可以把我的态度告诉王爷 我等王爷答复 另外 凡请王妃请郡主过来一下 我也想当面问问郡主的态度 有些事情 不要再拖了 也该有个了结了 啊 我 好 凤若男连连点头 略蹲伸行李 赶紧离开了 正与管方一等人交谈的商朝宗 见到凤若男回来 不由皱眉 这么快就回来了 事情就说清楚了 凤若男快步来到 先对管方一等人抱歉了一下 之后把商朝宗和商淑青兄妹喊到了一边 怎么了 商朝宗看了看四周 担忧已问 凤若男眼里冒出兴奋之光 抓了商淑青的手 亲儿 道爷的态度 我可是帮你探明了 道爷明确告诉我 愿意跟你在一起 就是不知你的态度如何 如今道爷在外面等着你 就等你一句话 你若同意 你和道爷之间的关系便确认了 啊 商淑青大吃一惊 没想到嫂子竟然背着自己搞出这样的事来 顿时慌了 嫂子不要逗青儿了 道爷怎么可能直言这样的事情 凤若男瞪眼 青儿 嫂子可是硬着头皮帮你问的 你愿不愿意 就一句话的是 你若是不愿意 我现在就去帮你拒绝了 说吧 转身就走的样子 嫂子 商淑青顿时急了 一把拉住了凤若男的胳膊 凤若男扭头看着她 商淑青那叫一个尴尬 支支吾吾着 心思说不出口 商朝宗瞪大了眼睛 目光即闪 凤若男顺时拉了商淑青的胳膊 直接将商淑青给拖走了 商朝宗眼巴巴看着 将商淑青拖到了山庄门口 凤若男转身一推 在商淑青后被推了一把 将其给推了出去 你什么意思 自己告诉道爷去 商淑青一阵惊慌 凤若男已经跑了 带夫人回来 商朝宗立刻低声问道 怎么回事 凤若男低声道 道爷不愧是道爷 干脆利落 明白无误地告诉我 愿拿整个天下换王爷的妹妹 如今就看青儿的态度如何 道爷说他不会勉强青儿 商朝宗精神大振 可放眼看门外扭尼不安的妹妹 他又紧张了 青儿这丫头究竟是个什么意思 凤若男扯了他一下 笑道 你紧张什么 青儿的心思明摆着的 就插道爷捅破那层窗户纸了 只要道爷答应了 这事就稳了 商朝宗想想也是 发现自己正是关心则乱 真是糊涂了 手掌搓了搓 兴奋 山元边 牛友道回头 见到局促不安的商书卿 笑了 朝他招了招手 见到召唤 银牙咬唇的商书卿 这才有了勇气慢慢走过去 走到了牛友道身边后 低声道 道爷 那脸那 羞红得要滴血一般 牛友道欣赏了一下 哭忍俊不禁道 我的意思 王妃跟你说了没有 商书卿低个脑袋 声若闻银般的呛了声 两只手有点不知该往哪放 牛友道 好像把你给轰来喝去似的 我知道这样对你不公平 显得我太强势了 搞得我好像仗势欺人似的 可你不松口 我是男人 那我只好主动一些 如今我只问郡主一句 可愿把终身托付给我 张叔清吟牙咬唇 明显很犹豫 但却不开口 而这也是牛友道最疑惑的地方 他眼睛若没瞎的话 能看出这女人应该是喜欢自己的 为何自己做得那般明显了 他还总有一副若即若离 保持距离的样子 这让他心里反倒有些没底了 等了一阵 牛友道试着问道 郡主 若是你不愿意 也可以直接告诉我 是不是不愿意 张叔清摇了摇头 牛友道 那就是愿意 张叔清又微微摇头 这是几个意思 牛友道忍不住挠了挠脸 问郡主可是有什么顾虑 张叔清略沉默之后 终于出生了 道爷 我知道哥哥嫂子 他们的图谋是什么 他们的心思怕是瞒不过道爷 轻而怕被道爷看清了 原来是担心这个 牛友道叹道 人之常情 不足为虑 别说他们 世上谁能有毫无私心杂念的 父母及兄弟姐妹 他们是他们 你是你 两回事 你真的想多了 我可以告诉郡主 我也要进入第五欲 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我想带郡主一起离开 今后不会再与他们相见了 张叔清心嫌疑颤 抬头了 看着他 也听懂了 自己若不答应 他就要走了 犹豫了一下 他鼓起勇气问道 道爷可是因亲儿的容貌变了 而垂怜亲儿 牛友道一顿 苦笑 有这方面的原因吧 张叔清脸上浮现痛苦神色 道爷 亲儿年纪不小了 青春年华已不在 您是修行中人 受陷绵长 而亲儿只是凡夫俗子 很快会年老色衰 若是亲儿容貌不负如此 亲儿怕惹来道爷嫌弃 亲儿害怕 眼中擒着泪光 拥有道神色顿住 忽慢慢伸手 挑着他的下巴 抬起他楚楚动人的脸 放心 有我在 不要怕 我会让你青春永住 你担心的事情永远不会发生